《白色強人》播完了 緊接開播的就是《十二傳說》 今次《十二傳說》 不再是講社會高層的耳魚噁 而是會以不少香港人都聽過的都市傳說作為藍本 本土未龍 雖則劇名是《十二傳說》 但它並不是主力講神鬼之說 在宣傳片裡臨下微說過 不會被人以傳說之名去做壞事 所以說到底這套劇都是以《殘案》為主 這套本身是單元劇集 即是會用大約兩集的時間去完成一個故事 在這麼短的時間要交代一件事 除了要有神秘的懸疑感之外 完整性都非常之重要 如果編劇監製的功力足夠 加上這套劇本身題材就吸引 或者會成為今年最大的驚喜